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我就跟我太太说 如果昨天晚上是上帝垂听我的祷告 医治我的心痛 那我就不应该再抽烟了 我记得我说不抽烟的那个礼拜 我听了很多很多诗歌 不停地听诗歌 然后感受到上帝 真的是长阔高深的爱 跟祂的很真实的存在的那样的一个感动 就很快的一个礼拜过去了 很快的一个月过去了 当我认知到我没有抽烟的时候 大概已经是四个礼拜 我找到了一个永恒的慰藉 我现在戒烟大概已经十年没有抽烟了 也是我第一次戒烟 神用这种方式告诉我 祂是一个又真又火 真实存在的一位上帝 所以我就开始把圣经很快地读了一遍 因为我真的很想搞清楚 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 很奇妙的事情是 我以前读圣经都觉得它是一个小说 红海会分开 然后死人会复活 我突然一个想法进到我的想法里面是 因为祂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祂可以做祂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红海会分开 死人会复活 对祂而言又有什么难事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之后 整本圣经我从头读到尾 好有趣 当初看起来不合逻辑的事情 都合乎逻辑了 其实整本圣经是非常有逻辑的一本圣经 那时候因为参加敬拜赞美 就是用音乐来赞美上帝 对于我来讲 我是一个连五线谱都不会看的一个阴芒 那当初有一位弟兄 他完成学业之后 他就回台湾了 所以我想哇那怎么办 没有人弹吉他了以后 所以那时候就把吉他给捡起来 然后就开始用最基本的和弦 开始来练习 所以慢慢地就把吉他学起来 听一些旋律的时候 我就想到当我知道神爱我 救我的时候 那样的一个雀跃 渐渐地就会有一些 想要赞美上帝的词 我就把这样的一个心情写出来 很喜欢一段经文 至于我和我的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个背景是约束亚终老要离世之前 对整个以色列百姓所提醒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那个环境底下 其实那时候的以色列百姓 虽然进到了应许之地 不过他们里面还参加了很多崇拜偶像 或是一些崇拜其他宗教的行为在里面 常常读到这个经文 让我觉得好像现在台湾的社会 我们周遭充斥的偶像 但是当你有机会去认识 这位真正的上帝的时候 你的决定是什么 你是不是要给自己机会 去认识这位上帝 了解耶稣 了解整个救恩的计划 你再告诉我 你的决定是什么 这是我很喜欢这个经文的原因 因为耶稣亚 他非常地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他跟以色列百姓说 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因为他真实认识这位上帝 我相信在愿者 我相信在神 我相信在神 我相信在神